早上好啊,各位农业大师 周龙的 今天我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在这边就是用我们的Tronfone Blush 1 还有Tool 还有我们的Saw,Tronfone Solo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 这个吧场这边 我们会做一些 怎样去长的T1T2 在我们的那个铜那边 然后去喷洒 喷洒那些元素 大家来到这边看看我们如何 而通过使用这个Tronfone before and after 那个效果 现在我做一个录音就是 它还没用 然后用了过后我们再做一个录音 OK好了 所以现在 不群黑了 现在我们上闪 就是做准备工作 准备功夫 那些Bike 拉喉 都拉喉去 老林书 然后 现在的Hoy Hoy 给我Tronfone Blush 2 然后我们是长 100ml这个T2 T2我们Tronfone Blush 2 这样子扛下去 然后100ml这个T1 OK 这样子扛这样子 现在就开始去喷洒 这些什么肥子 OK 这一棵是Hoy 车 还没打过的 其实这样都够了 很够了 OK 中多叶 中多食材都够了 Awakato 老油果 牛油果 树 现在看它的叶子不是很多 是不是很多 大概 5年树 5年树 你拧血吗 一个 好 高才高 这一棵就是 Turkai King 我们喷着Turkai King 小颗的 没有 这次喷尸它就OK了 我们就上个叶面肥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还没真正的晒 4点之前 4点半之前 去喷洒会比较利向 OK 来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Tester Soy Tester 看到吧 目前为止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看看这一棵黑翅 还没打Turkai King 然后 之前跟之后那个效果是怎样 这个黑翅 刚刚打了叶面肥 这一棵黑翅 现在就是 可以看到 这边 它的 土质 不是很酸 可以接受 还不错 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边 才都遇到危机了 OK 我们的一个过程 你们会撑 和你们会打一棵黑翅 所以 希望大家 可以 点赞 然后分享 我的视频 我们的这个 泰国纳米 技术 页面肥 很好 所以 用到有效果的 朋友 可以介绍更多的朋友 去使用 我们分享 可以帮你们省钱 更加省时间 更加省时间 也可以 用得很好的效果 提升你们的产量 今天就 到这边 OK 就这样做 拜拜 我们下一次再见